佛法的兴衰不在法 法本身没有兴衰 在人呢 人真正可以一教修行 佛法就兴了 人要是把经教都丢掉了 佛教就衰了 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 所以人人都学经典佛法就行 经典是什么 是释迦牟尼佛的教科书 当年一周等于教人的 现在我们学习经典 讲解经典 一教修行 佛法不就行了吗 如果经典不讲了 专搞一些金蟬 佛寺法会 佛教会灭亡 为什么 那是迷信 不是迷信 社会大众要说你是迷信 你没办法 所以一定要想到 每一个宗教 都是教育 唯有教育 它才能够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我们一定要记住 释迦牟尼佛实现成佛之后 就开始教训 教了49年的故事 一生教训 一生教训 没有一天不讲经 不上课 佛门所谓 师父临近门 修行在过人 师父是释迦牟尼佛 他只是讲经教训 你有疑问问他 他给你解答 你自己怎么修 他不管你 为什么呢 今天懂了 你自己就会修了 每个人根性不一样 每个人修行方法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没关系 方向是一致的 目标是一致的 就行了 方向是什么 就是接定会 这个不能违背 目标是什么 大臣的目标 大彻大悟 鸣心见心 这大臣目标 小臣的目标 是从出国到四国 无论用什么方法 没关系 八万四千法门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每一个法门 都能够 大臣都能够开悟